我是那個旭彎高中空手道的總教練 也是南投縣的總教練 也是國家隊的教練 當然我們看到牙套這個東西是可以提升人的體能的 所以我們就想到用在運動員身上 因為小朋友可能剛戴沒多久也沒那麼真 但是我知道最認真戴的是黃教練 因為其實我對一件事情會探索 本身我的左腳這個是捷捕手術開刀 這個右腳也開刀 這兩隻腳開刀加起來還不到一年 一般來講膝關節的這個開刀截骨手術要在兩年以後才可以恢復 但是醫生跟我講可以嘗試一下騎腳踏車 然後我本來是帶第一板來騎腳踏車騎看看 看效果怎麼樣 還沒有開刀以前我騎腳踏車半個小時很喘 平均騎死的時候很喘 我在兩個禮拜前我嘗試看看戴的牙套 所以你手術以後有一段時間沒有騎嗎 我已經一年沒有騎 所以戴牙套才又開始騎了 在騎前我大概30分鐘就感覺很喘 30分就很喘 對 因為你剛好做手術可能也沒什麼時間練體能 應該是完全是歸零的 歸零沒有練體能 那天我第一次是先騎30分鐘 這牙套騎30分鐘為什麼不會喘 第二次的時候我嘗試看是不是可以騎一個小時 我真的騎一個小時我帶第二板下去騎 我在騎的當中假如說這個有彈 我就拿起來然後再放這個 為什麼不會喘 但是我的身體還是會肌肉痠痛 這個是正常的 吸的那個癢沒有像以前那樣 我只要騎完腳踏車就塌掉 我騎一個小時竟然還可以站在活動三個小時 所以沒有虛掉就對了 虛掉就是身心 你這身體虛掉 心也虛掉 這是我的精神上也虛掉 戴牙套就不會那麼虛了 應該是百分之七八十有進步很多 我以前沒有感受到呼吸的這個 其實我以前是練十項拳手 我最怕的就是一千五百公尺的那個跑步 我還是會懷疑或是會嘗試 因為我會特別在研究說 這個的東西為什麼那麼有效 所以我才感覺到 我的心臟的那個跳的頻率 就是沒有那麼快 一般來講我們的運動員 可能就跳七十跳多少 但是馬拉松竟然跳四十 是不是跟這個呼吸有關係 假如馬拉松選手可以像這樣戴牙套 可能用鼻子下去呼吸的時候 可能會變更好 因為我從來沒有嘗試過一個小時的 未來可能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 我變成我吃很多東西 但是我騎了一個小時我瘦 瘦了一公斤 可能又搭配零食的一些飲食 瘦更快 但是我不要瘦更快 因為我還是要瘦一點 這個過程裡面讓我感受到 這個牙套 它不是好而已 它是更好 前幾天也有騎一次 但是我感覺我肌肉痠痛 昨天晚上我常知道 用三反的來壓看到 今天早上感覺我肌肉痠痛 減輕大概百分之七十 所以你覺得讓我肌肉痠痛 戴牙套之後 它退的比較快 退的比較快 戴的板可以高一點 對高一點 它可能在壓的時候 我昨天在 我不習慣 但是我說 也是要忍耐一下 我要嘗試看看 因為既然 那個自然壓科 林醫師這邊 有提供那麼好的資訊 我應該 要讓 多嘗試 每一版我都會去嘗試 然後壓了 吐了就沒關係 我再嘗試看看 然後壓了一兩個小時 我今天起來 感覺腳 晚上可以跟人家踢了 我還在裡面探索到壓更深 讓肌肉放鬆是有它的效果 效果更好 因為以前我騎腳踏車 假如半個小時 塌掉 我大概兩個禮拜都 因為肌肉痠痛會造成運動員的拉傷 會受傷 因為是肌肉影響到我們的受傷力 為什麼一個頂尖的職業選手 他有很多的按摩師 很多的治療 但我們 我們有買一些冰桶 你練完的時候 把他丟到冰桶裡面 把肌肉放鬆 但是那個效果 沒有這個好的原因就是 他直接改變我深層的肌肉 你說按摩 血液裡面的東西 內部的感覺是沒有的 就是 他恢復的比較快 就不容易受傷 對 因為我很久沒有練 我怕我受傷 那天我也是戴牙套以後 我這裡很痠 我就戴這邊 我就戴了八個小時 也沒有感覺痠 我要去練這邊 我就戴著這邊 我會兩邊去交叉 好 謝謝 教練 謝謝